手套股六年翻不了身 整天唱揣手套股的摩根大通又出来砍目标价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最热闹 我是主播婉信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2020年为起 就一直唱揣手套股的摩根大通又来了 这次小摩在大砍手套股的目标价 说顶级手套只值45仙 赫特加只值1令吉20仙 赫特加月头公布产弹业绩后 手套板块已经血流成河 不过小摩认为还没有跌到底 继续建议减持两大手套股 小摩还认为手套厂商之前在疫情期间扩张的太快 导致现在产能过剩 破坏了整个领域六年这么久 分析也给出解决方案 说只有小型和新的手套厂商退场 以及让老旧的产房退役 才能够帮助手套的供应与需求回归平衡 来关注一则破产人士的好消息 政府正在研究修正1967年爆穷法令 以帮助破产人士尽快脱离穷籍 掌管国会及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拿督斯里旺朱乃迪透露 当局建议修正制动脱离穷籍的条款 以协助更多破产人士 在判入穷籍三年后自动除名 其他修正建议还包括了简化爆穷的行政工作 以及平衡债权人 与破产人士的利益等等 目前我国破产人士登记数量正在呈下降趋势 从去年7月的6554宗 降至今年7月的3604宗 让我们把焦点转向国际 中国继续大新土木 搞基础建设国务院常务会议 日前追加3000亿人民币的金融工具额度后 彭博社统计 北京政府已经为基建投入高达6.8兆人民币 也就是相等于4.4兆令吉 彭博社整理了中国的多项巨型基建 包括今年内就为绿色能源投入2.6兆元资金 还有8000亿投资在南水北调的工程上 同时中国也不留余地在新建绿色城市和高速铁路网 铺设在高原上 总值3200亿元 全长1629公里的川障高铁 就预计将在2030年完工 不过彭博社对中国如此大新土木的举动 还是有所保留 并说明这些项目是否能成功 还是沦为白项计划 都将决定这个东方大国未来的前景展望 因为繁荣税和针对油漆领域预留了 更多拨备 我国银行龙头老大马银行第二季净利 比去年同期跌了5.4% 赚18.57亿 不过大华纪线投行研究认为 这样的表现是符合预期的 尤其满意马银行16%的拨备前营运盈利成长 比营运开销5%的扩张来得高 马银行这次也派发了28cent股息 高出行家预期让它的周期率可以高到7%那么多 非常吸引人 所以行家认为马银行最近股价回撤 给了投资者买入享受高股息的机会 目标价是9令吉45仙 来看第二支股项 云顶昨晚公布的第二季业绩 账面上还是亏损了将近6千万 不过丰隆同行研究点出 扣除以减值亏损为主的一次性亏损后 云顶其实已经转亏为盈 核心净赚1.68亿令吉 行家认为这样的业绩表现是符合预期的 而云顶休闲与酒店业务的下一个复苏推动力 将会是来自被压抑已久的国际旅行需求 总的来说 行家看好云顶下半年继续复苏 给出买入评级 目标价是6令吉55仙 接下来谈谈其力 这家制旅企业去年尾有新工厂开张 所以第二季经历大涨了60% 不过新业投行研究还是认为 半年经历只达到全年的44%罢了 行家特别提到原料和运输成本高涨 拖累了其力的盈利表现 另外旅价也已经从高峰回撤 第三季的平均旅价只有每吨2400美元 甚至低过去年的2650美元 行家认为旅价会有支撑 还是给其力买入评级 不过目标价已经下调至6令吉50%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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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